其实今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牛仔风 它整个融入到我们的时尚殿堂 所以你会看到今年有非常多的这种吊带牛仔裤的装束 可以看到模特尔外面的这身上很多的绿色串珠宝石 方筋告石它去构成了一种很华美的元素 这样的水晶元素跟非常粗犷的牛仔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种特殊的风格 那再来就是另外我要推荐的是 今年的饰品很重要了 今年因为春夏的关系 你不可能穿太多的服装在身上 所以你要利用非常多大型的水晶 大型的串珠 大型的颜色 比方说这种有点透明的亮黄色跟橘红色 去做一个混搭的时候 你的身上就会有非常多超过三种以上的颜色 可是三种以上的颜色不会突兀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调的颜色去做一个打底 然后在底下的部分 今年如果女人想要投资一双很漂亮的包鞋 不妨投资类似像MiuMiu这种 把所有的串珠都放在这个鞋子上面 如果女生喜欢很华美的感觉 但是又要兼顾俏丽的感觉的话 这样的风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今年春夏一样非常流行的 就是直筒式的这种剪裁的小洋装 那我们女生在穿这种直筒式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平常的款式有点太单调无聊的话 其实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所谓的粉蜡笔色 所以这一套的洋装呢 其实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是用这种粉红色 淡淡的粉红色 然后再去用粉红色差异性不大的各种层次 比方说有一点点酒红啦 一点点正红去做一个所谓的互相的搭配 那另外就是艺术材的拼接很重要了 大家可以看到BB身上的这种非常精湛的流苏 它流苏完全是不规则的 比方说在胸线的地方 它用大面积的流苏搁到了腰线的地方呢 跟下摆的地方 它是非常不规律的去排列组合 今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像浪凡它推出的一系列 早春的系列呢 都非常有这种热带岛屿啊 度假风的感觉 所以整套的这个非常合身的洋装 除了强调性感的女性轮廓之外呢 很重要它的表面上面 有非常多这种会联想到热带雨淋的 一些变形虫式的一个图案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颜色上的对比 比方说紫色 然后比较亮丽的绿色 像以前在春天的时候 大部分颜色是属于比较粉嫩的 但在今年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出这种力量的颜色 也就是说对比要很强 然后色彩要非常非常的浓郁 再加上手拿包 这个手拿包非常的漂亮 这个绿色的然后这种蛇皮鸭纹的手拿包 在晚宴的时候呢只要有这个手拿包配上 同色系的洋装 就会是众人的焦点 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浪板今年走的就是亮面光泽 这四个字 所以包括手拿包 包括它的鞋子 高跟的这银色高跟鞋 然后呢再加上它其他的礼服呢 也都是非常亮丽 非常有光泽感的 花样的洋装要怎么穿才大气呢 不妨可以看看这个Docchen Gabbana 它上面有很多的红色的这个杏花 杏花束的杏花 然后再加上呢 很多这种属于当地的民族才会使用的 在那种古早的钱币上面的图案 然后还有一些是彩绘的这种 淘气上面的图案呢 它都把它放到整个洋装上面 女生在选择这种洋装的时候 其实它自己的这个腰部的曲线呢 已经做得很出来了 所以它的胸腰臀的比例呢 可以让女生展现的非常好的姿态 那特别是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女人我最大拍了这么多的造型 居然有一半以上是平底鞋 所以记住了 低根鞋跟平底鞋 真的是今年非常重要的元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